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心愿数上面的一些期待 愿望都不大 可是他们病菌很需要 那就有赖我们大家共同来支持 然后完成他们的心愿 环球科大又保系 学习生命教育 把爱传出去 全系总动员感受帮助他人的幸福 也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一起投入 帮助家福的孩子完成小小的心愿 新北市新店的玫瑰社区 有一群热心的志工妈妈 帮助独居老人烹煮营养午餐 15年来都没有间断 自民国88年起 新店玫瑰社区发展协会 连续15年为老人烹煮营养午餐 30位志工妈妈 每周一至五轮流排班 是80几位老人的午餐保证 所以我们有四五个妈妈来做这个午餐 差不多有80几个人来吃饭 有的是在这边取餐 有的是给她送回家去 这天上午 富贺奶奶八点半就准时来到了中央厨房里报到 挑菜 洗菜 切菜 细心地为老人们的午餐做着前期工作 年近85岁的主厨李郭淑英 指挥着厨房的运作 努力为老人们做出家的味道 老人们还是喜欢吃家常的菜色了 平常以四个菜一个汤为主 那今天我们煮菜是鸡腿 元老级的主厨李郭淑英 就是营养午餐的发起人之一 15年风笔无阻 是因为厨房就是她的舞台 她在奉献中找到属于她的快乐 我第一个喜欢做饭 喜欢厨房 这样子我也可以维持我的活力 不老啊 这些用餐的老人里有中低收入户 独居老人还有身心障碍者 吃着妈妈们满满的爱心便当 老人们感恩在心 也因为信任 甚至将家中的钥匙交给送餐的志工 哦 真好吃 你用心就用爱心来做哦 那个菜都很好吃 妈妈们用心的准备饭菜 虽然是普通的家常菜 但是这背后是15年如一日的坚持 简单却伟大 透过报道 希望让大家在寒冬中 感受到满满的爱心与温暖 Pepo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